如果说礼拜六礼拜天要换不同颜色 什么颜色呢 也许礼拜六大概就是给它一个假设我的字的颜色 也许就是比如说绿色好了 字的颜色假设是这个绿色的深绿色的字 然后呢如果是底色的话就给它填一个浅绿色的底 类似这样 然后礼拜天的话也许就是 假设一个红色的字 然后再配合一个这个什么黄色的底 类似像这样子 那但是呢一年有五十五十二个礼拜六跟礼拜天 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五十二个一次很快的全部做完 当然比较聪明的一点方法的话 也许这边有个复制格式吧 复制格式还有分两种 一种是点一下跟点两下 OK应该知道吧 点两下的话你可以不断的去复制它 对不对就是你复制这个格式礼拜天 点两下 你可以点点 你会发现一直点一直点 OK那你把它点掉它就重新再来 礼拜天 但是这个也不是好方法了 比较快的方法当然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所谓的这边有个所谓的 设定格式化条件 但是呢你必须要给它条件 什么条件呢 礼拜六或者礼拜天 这是一个条件 但是一般设定格式化条件 大部分人都只会用什么呢 大概就是这些吧 根据什么最高最低 有没有 这边出称个值啊 介余啊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不是要介余 而是我希望判断礼拜六或礼拜 判断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那你需要用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这边有week day 对不对 week day里面 假如说我今天要判断这是礼拜 礼拜几的话 那我可以插入函数里面 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日期时间里面有个叫week day 这边有week day 那week day里面的话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给它一个时间 回来告诉我五的话 那应该是礼拜几呢 五吗 你想说五吗 就礼拜五吗 错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week day 是美国人那边设计的 那他们的观念 一个礼拜第一天 我们第一天应该礼拜一啦 可是他们的观念是礼拜天 所以五的话 礼拜天 礼拜一 礼拜二 一直到那是礼拜四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week day的观念不一样哦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判断礼拜六 礼拜天的话 那基本上哦 那个week day回来的 回来的值哦 那礼拜天就是一 礼拜六的话就是七 OK 那我们如果说哦 设定格式化条件哦 能不能把公式放进来 当然可以 那怎么做哦 首先第一个哦 请各位注意一下 把这个年历的部分哦 请你把它全选 那全选的话 我是建议哦 你可以按Ctrl Shift 有标先放在A2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它就整个选起来 这样会比较流畅一些些 好那再来的话 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规则的地方 请特别注意哦 这有这么多种 请你找到最下面 使用公式 因为刚刚我们不是用week day 对不对 请你用week day来 那 你就可以把那个公式打在这里 那但是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它没有像那个插入函数 那么方便 你必须要自己把那个函数给打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week day 自己打上去哦 刮壶 特别注意哦 那因为我这个范围里面这么大 那我应该指向哪一个 特别注意哦 基本上你只要告诉他 你刚刚选取的范围的左上角 那个储存格 当成是你的初始值就可以了 所以你给他什么 A2 因为刚刚我从A2开始选 刮壶 如果呢 这个A2的储存格里面的值 等于多少 等于1的话 那我就做底下的格式设定 什么样格式设定呢 我刚刚讲的 也许字的颜色改为红色 填满的颜色改为黄色 大概就这样 这两个哦 OK按确定 那这个是礼拜天的格式设定 所以等一下会有礼拜六 你先做一次之后按确定 你会发现做完了 那如果是礼拜六的话呢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它做 这个 把它改成7 OK那设定格式化条件 也许字的话呢 给它深绿色 然后底色的话 给它一个浅绿色 好类似像这样 一个这个一个这个 OK按确定 那我格式化成这样 按确定 全部都做完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理论上 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其实会快很多啦 可是设定格式化条件 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有些弹性可能没办法 就是说有一些地方 还是需要自己去把这个公式给打上去啦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最关键的地方 我们要判断礼拜六礼拜天 所以会用到weekday 请你把这个weekday 把它加到这边来 加到这边来 自己打上去 那这个是第一个啦 第二个的话呢 各位也许可以想想看 那假如说 老师我今天我不要用设定格式化条件做 我可不可以用VBA来做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地方可以把这边拖拉过来 这边请你把它改成 拖拉的时候按砍凑键 复制那个工作表 把它改成什么 VBA 那如果说呢 我想要用 刚刚的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我不要用那个里面的方法 我是希望 所以你复制一个啦 这边已经格式 请你把那个格式先拿掉 那怎么样把格式拿掉 特别注意 你这边可以有一个什么 清除规则 把整张工作表里面的规则都拿掉 OK清除掉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如何用VBA 把刚刚的动作呢 把它完成 画面先还给各位 给大家试一下哦